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这里是海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 最近小半年 胖了14斤 我的这14斤肥肉的食用人 我相信就是从上一个视频 大家就应该能看出来的 我真的是圆润了不少 化妆之后这样 不说话看起来可以的 可以一笑 就落下了 真的是我最近被问候的最多的就是 你脸怎么好像圆了 你是不是胖了 是的 胖了不只脸 全身都胖了 现在的我是遮掩过的我 我觉得我这样看来挺瘦的 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现在 实时的体重是108斤 然后我最胖的时候是到了 110就是过年之前的那段时间 就是毫无节制疯狂的吃东西 其实我也觉得也没有疯狂的在吃东西 其实我也觉得也没有疯狂的在吃东西 就是我想是反正我过年了嘛 大家都好胖的 差也不差这点 所以现在就吃得比较开心 但其实我感觉是我的正常食物 我就是在吃饱了的基础上 还会再吃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就这样 那现在刚才我怎么胖起来的吧 就是我去年八月底 来搜索这边工作 然后这半年 小半年了吧 又是小半年 911212 真的就半年了 整整半年我胖了 我从这个时候大概是96斤 但是我一般都会说自己100斤 因为我平时吃东西吃的挺没有节制的 然后基本上到晚上的体重都是100斤 所以我总收了自己100斤 然后呢过来了之后 首先是这边都是我吃不惯 这边东西真的挺甜的 也不是说那什么东西都甜的就是 那就是什么都甜 那就是各种菜啊外卖啊 这类的东西给糖的比例都比正常的 我原来吃饭的时候要给的多一些 所以我就不是很吃的惯 我不知道就是吃糖这个东西 所以跟肥的关系有多大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一个是这个 就是整体的饮食变甜了 然后再就是 因为它变甜了嘛 所以呢我就不太爱吃 我就会吃更多我爱吃的东西 你们懂吗 就是正常你进食的话 你是不会吃那么多的 比如说我刚来速度了第一个月 去吃一次火锅 而且每一次都是吃到很撑的那种 我就觉得 哎呀我平时吃 就是我可能上班正常吃完卖 我吃不到我 这么合我口味的东西 所以但凡吃到合我口味的东西 我就会吃的比平时更多一点 而且我也会觉得 就吃饱了这我感觉很满 你知道吗 然后再加上刚开始上班 可能就心理压力比较大 就觉得哎呀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能留在这里啊 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情感因素 会让你在食物上寻求寄托 我觉得这是两个 让我胖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说白了就吃多了 说说我长胖的原因 那么我接下来想说说 我觉得我胖了这14斤之后 这14斤肉带给我的优点 我原来没有意识到 我原来的体重是过低的 说实话 我是最近才开始知道 其实我现在这个体重 跟我就身高我1米66 我1米66现在108斤的话 其实我这个体重 是一个正常人的体重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胖 会变得好 但是我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 你知道吗 首先是脸 我的脸确实比原来饱满了 我本来我这个地方是 因为我可能全部这个地方比较宽 所以我原来脸这个地方有点凹 哪怕现在都能看得出来一点 但自从我胖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被肉填起来了 脸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凹陷 然后就没有那么显老了 我感觉 我很明显的能感受到我的屁股 真的比原来大纹肉 而且就手感也好了很多 这我没事想拍你的屁股 我觉得哇弹性真好 这样讲算有点恶趣 但是真的 我感觉我的屁股比原来 手感好了很多 就那种打下短的那种感觉 这样吧 这是第一点 就是毕竟肉多了嘛 第二点是 我胖了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有变好 就是不管是从体力上 还是什么上 就可能就是变胖了之后 真的就有力气来 就重了一点 然后这一点最持股体现到哪一点呢 就我感觉自己身体会好啊 就是莱大姨妈 我原来是一个莱大姨妈 壁痛的人 就是我莱大姨妈症状特别多 头疼啊 肚子疼啊 腰疼啊 胸疼啊 就哪里都不是 我就那种那个金钱综合症 每一个每个项都超标的那种人 但是自从我开始变胖了之后 我觉得我慢慢慢慢的突然发现 诶 这些现象好像在我身上很少发生了 我现在了不起会腰痛胸痛 但是肚子疼干 其他地方倒不是真的缓解了特别多 而且我大姨妈的量变正常了 我原来是属于量比较少的那种 我是那种晚上不需要用夜用的人 我几乎从来不用夜用的卫生机 我只用日用的晚上就够了 我这两个月很明显的能感觉到 我就是血气充足了 就是它那个一点 我这两个月都一点都不痛的那种 你知道吗 然后而且血量还很正常 我就感觉自己有远远不足的能量 去填铺这个亏空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挺好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就是饱满了一点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身体真的实实在在的 我感觉我的气血比原来充足了 我比原来健康了 然后像过年我回武汉呀搬家呀 干嘛干嘛干嘛的 那个大包小包的东西真的非常多 像我原来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变得就是 一个性格上变得自强了起来 还是说真的力气变大了 这些东西我都一个人弄完了 那哥原来我是绝对动不了的 我就是那种加滴滴的写海籍 就是我大学四年 我有一个百四的行李箱是26寸的 我从来没有自己搬动过 就是我觉得我是不可能把它 从楼上拿下去的 我也不可能把它从楼下拿上来 在我眼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自从我胖了之后 我觉得我体力变好了 这些东西我都轻松的handle 所以其实这个胖对我来说 并没有让我觉得我变丑了很多呀 或者说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减肥 我不能让就是这么丑陋的自己 继续在大家面前了 我都没有感受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有一点舍不得减肥 虽然这样讲我觉得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说实话真的有一点舍不得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很好 然后讲了优点 我们接下来来讲讲缺点 缺点当然就很很显然一家就碰了 碰了之后我所有的衣服都小了 这是所有的衣服 可能上装上衣还好一点 因为上身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我原来买的那些衣服 都还蛮宽松的 所以可能上半身的衣服都还好 没有说穿不得 或者是穿的看了很明显 你就是一头猪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很少买紧身的衣服嘛 相信关注我久的你们也都知道 所以我的上衣都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现在了下装 就是我的所有的裤子裙子 就是everything都小了 就是特别的累 我原来的裤子现在都穿了进去 就是我还没有碰到我原来的裤子说 完全穿不进去的一个地步 我都穿得进去 但都很累 就真的很累 就我原来是 比如说一条裤子穿上来 我早上是刚刚好的 可是到晚上吃晚饭 我就会觉得 哇好累啊 因为我吃了一天的东西 我这个肚子就是 就像怀疑人家 我就那种一吃东西 肚子会立马鼓出来的人 那我现在就是我早上一起来 就我现在每天穿上裤子 就一起来穿上裤子 就是我原来已经吃得很爆很爆的状态 然后我如果在这个状态下 白天继续吃东西到晚上 我就时时刻刻想偷偷偷偷偷 就 嗯 他们根本就融化不下我肚子上的肉 说实话有一点点沮丧 你身边的人见过你瘦的时候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太胖了 然后他们又会跟你开玩笑 然后我一般来说我都觉得无所谓 嗯 但是偶尔就是被身边的人说多了之后 我内心还是会觉得 哎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太胖了 我是不是该减减肥了 就很矛盾你知道吗 我一方面知道 现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觉得是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一方面我就觉得 哎我原来瘦了 我是不是应该变回去 我这样真的不好看吗 就我很疑惑 因为我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讲了 我觉得我胖了之后的好处嘛 就觉得我身体变好了嘛 但是你胖了你周围的人肯定都看得出来嘛 你说你又不是胖了三五斤到处都没弄你 胖胖了十几经验 就大家都能看出来我胖了 像我家人还好 我过一会儿就说我家人说 哎呀你胖了呀 呃也没说什么 就是胖你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毕竟我也没有说胖的不可收拾 胖的不成人形 呃但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群很莫名其妙的人 很神奇的人 他们就会告诉你 哎你胖了 他们也没有恶意 我感觉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恶意 没有很大的恶意 他们也不是来故意气你或怎样 他们就是想跟你开个我不成熟的小玩笑 但他们不知道这种这种玩笑不好听 我不想听到这种玩笑 那么聊了以上的优缺点之后 我最终的决定是我要减肥 但是我想要健康的瘦下去 我不想要一下子瘦成竹竿 我也知道一些吃减肥药啊 节食啊这些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是坚决不会尝试的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非常爱吃的人 要不然我也会叫这个名字 其实刺激到我减肥的最大的动力是 我衣服小了 我都穿不得了 我不可能花钱再把我的衣服 就是再买一遍吧对不对 虽然人总是要买新衣服的 但是我那么多衣服都小了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 我就想在就是真的穿的很少之前 我想要穿得下我原来的那些衣服 对就是这么简单 我前一个星期的想法是 我不吃零食不吃糖不喝饮料 就这些东西是让你很容易发胖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我想看看效果会怎么样 然后我试验了这一个星期下来 我就发现我没有再持续的变胖 我的体重维持在105,7,108左右 但是我感觉这个方法瘦不下来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每天还是在正常的吃 而且我自从搬到这个屋子里来了之后 我开始自己做饭 你们如果关注我 我就知道我每天吃的都很整 我觉得还不错 对我每天都吃的还挺好的 我感觉我这样吃下去 只能把自己越胃越肥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同事跟我介绍了 然后再加上我今天正好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叫做慢炭的减肥方法 我打算接下来尝试一下具体的怎么操作 我还不太清楚 我大概看了一样 好像就是高蛋白低碳水 这样的你是习惯 然后它会让你每餐都吃饱 不会让你饿着或怎么样的 所以我打算就是这个视频结束之后 这边真的去研究研究 然后如果到时候有任何的性德 或者体会再跟你们分享 现在只剩12斤了 所以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还不错的进步了 我不指望我能瘦回去 我希望我能在瘦下来的同时 能维持住我那个身体健康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就是 在做梦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是我就是心中的渴望 然后以上呢就是 我这14斤肥肉的使用感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那我们就